環球大丹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 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邀请到的是蔡振元 委员 斯敏好 我们各位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 委员这次从国外回来度假了一段时间 好好沉积休息之后 有没有比较心情上开阔 晒得那么黑 去欧洲跟去大陆 两边太阳都很大 哪一边你觉得这次玩的比较开心 因为陪家人嘛 陪家人都要家人开心我就开心 家人非常开心 尤其是小孩子去北京環球营城 有去環球营城 有 他玩的超开心 就我发现我晒得跟黑毯一样 真的是晒 而且我发现你的脸都好红 还没有感觉的恢复 昨天才回来 不过刚好昨天天亮比较阴 是第一天去的时候 環球营城太热了 所以北京的朋友就嘲笑我说 不怪你啊 这么大太阳带到我们北京 好 今天来 我们来聊聊一些产业的消息 因为我们先来看到几个 是先跟AI半导体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则 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他说拜登政府管制 这个AI晶片书往中国大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现在是说报导发现了说中国大陆仍然可以透过一些旅外人士 他们在新加坡这边获得这些灰达的高阶晶片之后 然后再往中国大陆这边走 那目前得知大陆现在70家的金销商当中 就有大概好几家都可以得到这些晶片 而且每月提供可以数十个高阶的NVIDIA的晶片 这个价格是比一般在市面上卖的还要贵一些 也是H100的部分要价32400美元 美方的金销市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吗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一个管道 那另外我们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的是乌钢 因为接下来未来12到18个月 报导是研究发现说乌的买家 美国的部分会从原本的买家变成 原本的卖家变成现在是买家 所以未来是要透过外面来买进来 那目前中国大陆掌握乌钢的部分达到了8成 委员在乌钢这个部分的产业有做过 曾经做过类似的在里面做过这个产业 领点薪水而已 领过薪水 所以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 那目前乌钢的部分是在台积电跟辉达的部分 都有使用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有没有可能寄稀图之后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等一下请委员一次分析 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说的 拜登进的这个AI今天 现在可以透过新加坡呢 怎么回事 我记得前年吧 就是刚开始这个美国政府 积极打压中国的这些晶片产业 AI产业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呼吁这个旅行业者 导游们 因为导游是没有底薪的 我说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话 趕快跑到光华商场 去买各种AI的晶片 不只是AI 就挥打的GPU的晶片就行了 不一定要到AI等级的 那你只要在中国大陆的话 我认为市场可以赚到50%到100% 那有人跟我开玩笑 老蔡都怪你了 他已经够了三个月以后 他发现他光了 商场已经买不到 被抢光了 我说 我说这个不能怪我 这个你可能要跟老板比较熟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请他获育 有家通路 对 因为这种任何一个管制的物品 都会有市场对抗政府的现象 什么叫市场对抗政府 就是说 如果一个东西是大家所需求的 是有利可图的 然后你政府管制 他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你现在就说 你不可能去管制所有的出口 所以如果你今天卖到印度 卖到沙特阿拉伯 卖到这个新加坡 卖到这个比方韩国日本 你怎么知道买的人 是一定自己制造商要买 你又不可能做实名认证 不可能嘛 因为这个半导体的市场 是一个很复杂的 经常会有上游中游 比如说台积电生产出来的AI晶片 那基本上是受辉达的委托 或者受AMD的委托 那AMD的发货仓库 有时候他不是运回美国在发货 他直接在台湾就可能会 会发给那个什么大连大 这种比较大的 这种所谓的半导体的经销商 那搞不然很多人早就跟 那个辉达跟AMD签约 对不起啊 我今年要这个100组 或者1000组 你多少在台湾叫货 多少在哪里叫货 那你想想看 他经销商拿到了 也会散到很多地方去啊 就算你只不准他进入中国大陆 这个东西又不是像汽车一样 很难搬 对不对 汽车很难搬 海关看得出来 而且各国海关也不会跟你查 这个东西啊 那你就随便那个 那个皮包带着 一片大概成本2万块美金嘛 然后十片就是20万美金嘛 如果你狠一点100片 真的 就200万美金啊 200万美金如果一趟的话 一个旅行团每一个带一片 对不对 一趟的话 这又不是毒品 也抓到也不会有行责啊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一趟200万美金可以赚 你做不做 你做不做 所以这个所谓的水银泄地 无孔不入啊 那新加坡当然是一个 东南亚很大的发货市场 也是很重要的港口在那边 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哦 这个美国如果说有一批 这个菲达的这个AI金配 卖到新加坡去 美国要把他拿起来查说 你这个每一个 每一片卖到哪起司 没有认证啊 做不到的事情嘛 因为量太大 而且每天都出货 不过对中国大陆管制是在于 大批的晶片货物是有效的 这种比较分散型的零售型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限制嘛 所以我就找议员说 美国政府是要给很多国家 我们一般跑单帮的 创造一点这个新时代 新形象 新的生意 以前都会夹带一些名牌 夹带一些东西 这不需要这个更贵更好赚 不是吗 而且在大陆上要抢这个货的 大陆的经销商 我跟你讲 不是大陆的实际厂商 有很多人想一想说 我如果今天都在经销包包 对不对 我不如就来经销这个晶片 生意就出来了 所以你说大陆有多少家 你可能是大陆政府点得到的是这么多家 跑单帮还没有在里面 好 我以为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华府今年来已经撤销八项 原本是允许可以出口的部分 给华为的产品许可 现在又说不行了 寄出禁令 但是美国的国防部的部分 他是寻求说 希望能够针对华为的禁令来解禁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难找到 华为的替代品 请委员来帮我们看说 国防部为何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到底他们最需要核心的部分 他说没有办法替代的东西是什么 美国是一个比较状况百出的一个国家 他们很多东西都没有想清楚 他今天禁华为是禁华为的这些通信设备 可是华为通信设备是遍布全世界 有个同样问题 你美军的基地也遍布全世界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美军的基地在沙特阿拉伯 沙特都是用华为的 那你用不用华为 这是很现实 拆掉也要很大的成本 对 你不可能要沙特拆掉华为的设备 那你自己在美军基地所用的通信设备 你要不要用华为的 搞不好你早期就是用华为了 因为你连接的就是沙特的设备 所以你美军如果要采过这个通信设备 也一定是经过美国本部批准的 那你现在禁止说美国国务部不能买 包括美国的海外机构不能买 先不要讲美国国内可不可以 光海外机构不能买 你都知道美国政府 对啊 我一讲都听懂了 光海外机构都很困难了 那国内我们不管他嘛 好不好 你像抓谁一样把华为限制了 连那个乡村地区你都管不了啊 为什么 因为华为的通信设备有个好处 第一个价钱便宜 第二个装置容易 第三个维修不困难 你买其他的Nokia 我当然不是在帮Nokia做负面推销 可是我跟我的很多企业界的朋友都知道 Nokia的通信设备 或者是其他牌子Erikson通信设备 在这刚才我讲那几个指标上真的是比落后一点 那你想想看 买一个通信设备 还要找一个超级专家整天来维修 你不是把你累的累翻了吗 如果有很容易维修的 你何往不买呢 尤其现在通信设备 4G 5G那么风行 买华为的又可以随便 架一个设备就变成5.5G 那你为什么不用 何况美军远在天边 你就国安部一道命令不准他买 那你不是掐死他吗 所以美国国安部才申请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豁免权 尤其是海外的部分要求全部来豁免 因为平常是讲不豁免不行 对 很困难 很困难啊 很困难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哎呀你今天到 到这个AIT 这个台湾假如全部用华为的设备 那你AIT要用什么 用Nokia 你两边的连接通信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主要是在电信设备上面 主要是电信设备 他们是最担心的 主要是通信设备 OK 主要是设备 好最后一个议题来聊聊乌了 来我们请委员帮我们看这个 美中现在都在看的这个乌 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支援 我们提前来讲 其实话题还没有在节目上聊过 请委员帮我们看一下 乌大家也许不熟 乌这种东西它的熔点非常高 大概要在3000度以上 然后它的硬度以上才会融化 所以它的这个熔点不输给黄金 另外的它的硬度不输给钻石 所以很难加工 那有这些特点在做炮弹的时候有用 增加比如说穿甲弹的硬度 穿甲弹用得到 那你更不用讲说其他的 某大国的飞弹 对之类的 都会用得到 军事武器就用得到 那半导体也用得到 当然半导体现在产量那么大 所以相对的 污一点点的需要 就会产生很大的需求量 所以污的这种金属元素 元素会不会变成战略物品 它早就战略物品 可是它跟它稀土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稀土的供给 跟提炼主要是集中在什么 中国大陆啊 或者是澳洲相对比较少一点 但污不太一样 所以它即使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 但是它不可能像稀土元素一样 搞得大家好像都很紧张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几个 产量的国家 第一个美国 第二个加拿大 第三个中国大陆 还有第四个越南 我就举这数字给大家听 那你中国大陆跟越南可以算成一边 美国跟加拿大算成一边 所以 攻击的都在两墙中间 然后需求最大的也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当然现在俄罗斯插一脚不知道啊 所以 也是需求攻击到他们两个最大 所以他们两边啊 有剩余的能力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的 不是没有 其实也蛮有限的啦 也蛮有限的啊 所以如果说今天美国说 哎呀 不准出口 你也没货可以卖啦 因为需求量自己很大了 俄乌战争一打 金融商大概整天都囤货啦 有的时候就并不是真的需要 可是你只要听到战争的消息 你当然会囤很多跟战争有关系的 所以囤积这个东西是个 这种大厂商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啊 所以 乌现在对美国来讲库存应该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说管制出口 那你要进口吗 你要不要对这个中国大陆进口 各很高的这个关税 中国大陆可能也不在乎啊 因为他自己用那很大 哎这个剩余出口 你爱嗑就嗑吧 所以会有这种 虽然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 可是两方面本身不需缺 但可能会害死其他不是两大国 司令范围里面其他人而已 比如说这个日本啦 比如说德国啦 他们就干巴巴的跟中国要货啦 跟美国要货啦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形成两强对决的这种互相制裁的格局 在乌这个元素上没有那么紧张 OK 那乌的元素我可以说跟稀土一样重要吗 现在 就生产系统来讲当然很重要 可市场来讲 供求之间紧张度 虽然比以前高很多 价格上升很多 但是没有那种说什么 还要去申请审批啊 那么麻烦的地步 那乌的提炼会不会很困难 因为稀土的提炼的部分 我知道 因为中国大陆早一点发展 所以它的提炼技术比较进步 那乌的提炼技术是对中国美国两边都差不多 两边都差不多 当然中国的提炼成本真的比较便宜 所以获利能力也比较高 所以我那个朋友在做乌钢 最近大概也发了人小财 今天谢谢委员来参加我们的直播间 那晚上9点钟我们就持续正片 持续见喽 也有委员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